对不起,我真的是扛不住了,我们房子不要了,我们想好了,我们要离开这座城市回家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,争信啊,黑就黑吧,我已经承担不起了 再这样下去,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我们房贷85万,要还30年,每个月呢,要还3500元 现在已经没有了收入,我还有三个孩子要养 我想过卖房子,可惜啊,有价无市啊 首付中介费税费就要30多万,一个月虽然我们也还3500,也还了三年了 这不也就12多万吗,现在竟然还欠银行78万 现在房子拍卖底价只有40万 如果按这个价格算的话,我还欠银行38万 银行说啊,还要罚息,还有诉讼费,还有律师费 都需要由我来承担,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就算我赛分都20年,也挣不回来这80万 以我的真实案例来提醒大家 对于买房买车这件事啊,千万要谨慎 不要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就一句话,宁愿不买 也不要把自己逼得一点退路都没有 希望大家呢,引以为鉴 面对房子和车子呢,有 则是井上添花,没有 依旧风华呀 有实力当然可以,但像我们这种普通家庭 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呀 只要一家人能吃饱饭 活着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仔细想想,是不是那么回事